在現在大家準備要過Christmas 或者要準備跨年 可能有些朋友會前往香港 到了香港 你會看到一棟造型非常特殊的大樓 這棟大樓叫做中營大樓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造型特殊的房子 會屹立在那邊呢 這是一個特殊的設計嗎 還是說有其原因跟目的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那棟大樓有它重要的一個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鎮煞 那為什麼要設一個中營大樓 在那裡鎮煞呢 那我一定要先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你曉得吧 中營大樓以前 它還沒蓋這麼時髦的建築之前 是一個叫美麗樓的地方 這個美麗樓有很多怪事 我等一下講 但是美麗樓拆掉之後 因為它怪 那中營大樓蓋下去 它需不需要鎮煞 它需不需要鎮邪 所以你看 香港的風水師 當時跟這個中營大樓的建築師 討論之後 蓋成這樣 這項刀餅 這項什麼 菜刀的刀面 好 那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它之前呢 還沒蓋之前有一棟大樓叫美麗樓 就蓋在這 美麗樓是什麼東西啊 美麗樓 來立剛 是這個東西啊 美麗樓 1844年就蓋好的 當時一開始是英軍軍官 我們曉得香港以前是英屬的 英軍軍官的宿舍 軍官宿舍沒有問題 陽氣一定很重啊 但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被日本人拿來 你看看 發黃的影片裡頭 訴說著 當時二戰期間 慘啊 因為日軍把它拿來當成是日本的憲兵部辦事處 聽到憲兵你知道這裡頭會有什麼啊 刑囚 官犯人 另外呢 可能還有人被謀殺 或者被刑囚致死 那是一段 凌裂致死 那是一段香港人不堪回首的歲月 裡面死了數千人 等一下 這個 美麗樓裡面死了數千人 當然不會是日本人嘛 那都是什麼 都是無辜的香港人 而這數千人死掉之後呢 他們過程都是被嚴刑拷打 含冤而死 因此 在美麗樓他拆掉之後 應該講的是說 當時六零年代 還給香港政府 但美麗樓還沒拆的時候 就已經怪事不斷了 但是呢 你怪事不斷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因為 後來牽進去的是 香港政府的物業估價署 有點像是我們的國有財產局 你之前是日本憲兵部 他們當然沒有什麼怪事發生 因為有軍徽 有軍人 他們陽剛之氣 因為日軍的煞起重 讓一些不乾淨的東西不敢進來 但你現在突然換了物業估價署的那些文官進去 結果呢 完了 他們震不住 那我剛剛講不是數千人文魂在那嗎 文件 說有辦事員看到那個文件 在他面前就這樣 等一下 你說飄過去啊 這什麼回事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正當他覺得很胡意的時候 還有他的同事繼續爆料說 這算什麼 我還看到有人直接這樣飄過去 好啦 這是物業估價署的人知道的嘛對不對 那我問你 外面這個馬路 常常容易發生車禍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 這些說法被當地的人所相信 那你說 是不是才會有風水師跟建築師 必須要把中營大樓蓋成這樣 才有辦法震殺 不是只有這喔 隔壁的金鐘 隔壁的金鐘 以前是利多裕兵房 叫做Victoria Barrett 利多裕軍營的意思 同樣也是英軍 那後來拆掉了之後呢 有一部分拿來蓋香港公園 軍營變成公園了 但有很多軍營的樓房都還保留 變古蹟 那個軍營裡頭 以前也死過不少人 是戰死的 好 你知道在香港公園裡頭 這個地方叫什麼 叫鳥看角 那我問你 軍營的裡頭一塊地撥給香港公園 蓋了這個鳥看角 那就可以看風景了 你看這個塔樓 轉啊轉 走樓梯上 你知道他看到最多的風景是什麼嗎 看到的是什麼 過去英軍的軍營那些歷史古蹟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人就說邪 有一次香港公園的管理員 他晚上在這邊 看到了一個小姐站在塔頂 那時候天色還沒有很溫暗 他看到那個小姐 他告訴他 小姐 我們工園已經關了 請你趕快下來 但是他不理他 所以呢 他就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樓旋站的樓梯 管理員就這樣 爬爪爪 爬爬爬 你說走樓梯上去 爬到樓頂的時候 小姐不見了 等一下 那他一定從另一邊下去了 他心裡想他去哪 結果他不看他 他一看 小姐在這 他從這裡看下來 小姐在這 那他心裡想說 這小姐怎麼回事 你是在刷我 不對啊 我剛剛爬上來的時候 又沒有跟他照面 他是什麼下來的 他什麼時候下來的 你意思是說 這個樓梯是單向的 所以 所以這樓梯 沒有別的出口 結果就當這個管理員 他正在想 他是什麼時候下去的 他又是怎麼下去的時候 心裡正覺得很毛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有時候那個世界的東西 知道你在毛 他就讓你毛上加毛 他就突然這樣子 跟他揮手 在下面揮手 那管理員說 他當時嚇得沒 差點心臟病發 你就知道 香港有很多地 後來改建之後 不得不正煞 到香港去旅遊的話 大家最喜歡的 就是在什麼時候去呢 當然是Christmas 到跨年的時候去 但是你跨年去的時候 人非常的多 你要小心哦 在1993年的時候 蘭桂坊就因為 發生了人太多 人擠人 結果踩死人了 踩了多少人呢 一共有21個人身亡 但是呢 大家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蘭桂坊死了21人 但當時跟蘭桂坊的一幅海報 好像有關聯性 我們現在畫面上的這幅海報 非常具有設計性 而且就像香港那種後現代感非常強 藝術感非常強 那天1992年12月31號要舉行跨年 你看看當時的畫面上面有多少人 整個路上全部 完全塞得滿滿滿 擠得多少人呢 完全塞滿 那是我們終於知道 是2萬人左右 越接近倒數的幾秒鐘之前 大家越是瘋狂 你看越來越嗨了 你有沒有看到整個氣氛 越來越還開始要進入倒數時刻了 嗨就會消耗體力 而且在蘭桂坊最有名的是什麼 他賣了很多酒對不對 有各種啤酒 各種雞尾酒等等 好 所以大家開始在瘋狂過程中 有的丟酒瓶 有的是拉響炮 有的是放各種的煙火 好 這過程裡面 那個斜坡上 那AERO型斜坡上 就開始會有酒潑到上面去 所以開始濕滑 天又冷 對不對 有些人開始就覺得搖搖晃晃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開始有人滑倒 什麼 跌倒了 對 對 跌倒 偶爾跌倒你就算了 是 蘭桂坊不斷有人要湧進來 包含中韓的廣場 湧進來 特別是從威靈頓街那裡 威靈頓街那邊 一直有人要擠進去 擠進去 再加上有人滑倒 再加上路邊上本來就是滑了 終於產生骨牌的效應 骨牌這樣一倒 一延串的人跟著倒 那時候已經到了0.0分 已經倒數完畢了 倒數的時刻 對 但是香港警方一開始覺得說 往年其實秩序非常好 只派了118個警地 118個警地去維持這樣的一個難櫃坊 有2萬多人 到時候一倒了 真是不堪設想 完全應付不過來 這時候大家就說有人倒了 而且有人被壓在下面了 你看當時的畫面出事了 一壓壓了幾層呢 最多壓了四層 什麼 你說壓了四層啊 花了兩個半小時才把該救的人都救出去 於是救到醫院裡面去 單是救進去的就有69個人 結果最後計算了 竟然有21個人死亡 21個 63個輕重傷 這21個死亡 大家就覺得說 奇怪 怎麼會再難怪發生這樣的事呢 又回頭去看這張海報 跟這張海報有什麼關聯性 21個人頭 而且是疊在一起 這上面是21個人頭 請說他21個人頭 而且疊在一起 所以就說這麼巧 這裡面的整個人的數量是21個人 結果出事的人數也是21人 正是 而且正好都是疊在一起而身亡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非常的懸疑 再加上海報上那個英文字 Nats 這個Nats就是瘋狂的意思 瘋狂 而且疊在一起 產生了死亡狀態 所以瘋狂 剛好跨年大家也在瘋狂 瘋狂之下21人身亡了 就在那個 那海報不就因驗了這個印證了嗎 中環廣場和南國坊的 這個斜馬路上面 就是預言在這海報上面出現了 竟然是如此 好 那同一個時間裡面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環的外圍 有對親戀男女本來在散步 忽然有個女生 向前衝 追了一個計程車 攔下來 然後把門一打開 就衝上去的 那男朋友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這樣做 趕緊也追上去 追上去以後 他就一直問 這個女孩子說 請問你到底要去哪裡 他說了一個弟子 他也不跟他講話 然後這過程 他怎麼問他話他都不回答 所以男朋友問他 他都不回答 完全不回答 到那個弟子到了以後 他立刻跳下車 男孩子趕快就付了錢 跳下車以後 他趕快按了電影 按電影以後 有一個女士衝出來了 說這麼晚是誰 結果那女生 居然就撲上去 喊了一聲媽 喊了一聲媽以後 大哭 在那個女士耳朵 說了幾句話 然後那女生 自己就昏倒了 那女生昏倒以後 隨著呢 那個太太呢 也昏倒了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個男朋友趕快拿起電話來 叫119 救護車 趕快把他們送到醫院裡面去 沒想到送到醫院裡面去 發生什麼事呢 什麼事 他的女朋友 居然心機梗塞 過世了 什麼 然後他趕快去問那個女生 到底他當時在他耳朵 說了些什麼 他說 他只說了一句話 媽 我在蘭桂坊 被踩死了 而且壓在最下面 然後於是他聽了以後 受到很大的震撼 所以他女朋友等於是被附身了嗎 看起來是這樣 而且是 這個醒這時候被附身 這是極少見的 而且當時在香港的雜誌上 也被報道了這樣的事情 好 這個女士醒來以後 他就去尋找他的女兒 結果真的他女兒 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 壓了四層裡面 最下面那一層 才找到他女兒的屍骨 就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竟然在蘭桂坊應驗了 就如同中博說的 中環那地方確實有些陰 香港啊地下人愁 但是在這跨年時刻 人擠人 結果最後真的擠死人 海報上面的21個人頭 居然呼應了擠死人的人數 但是我們注意 香港其實有一些凶宅 但是有一個凶宅 居然還經過香港政府的認證 直接把他封存起來 為什麼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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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